大家好,我是泰哥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有很多网友问我 泰国是不是全民抵制科兴疫苗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全民 怎么可能会是全民 就是现在的黑三军 就是反政府的黑三军 也就是说之前的红三军 他们是抵制科兴的 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进辉瑞跟莫德纳的疫苗过来 然后他们就是比较想打美国的疫苗 然后他们就觉得科兴的疫苗就是 那个效率不是太好什么的 就是因为泰国国内这边现在有很多那种假新闻 乱七八糟出来 就是说科兴不好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很多的那种新闻出来 其实那就是一个政治手段 这种东西我也不想在我的影片里面多说 就是 然后就会形成他们这一个群体 都不想打科兴疫苗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 国内你核选的疫苗只有科兴 还有ASAC的 现在有那个国药的 但是国药的反应还是蛮好的 他们就觉得国药是科兴的升级 就是令科兴要好的 但是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科兴 科兴它不是全民抵制 就是说只是他们那个群体是抵制的 但是现在的就是说其他的群体 反对面其他的一大部分群体 还是接受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泰国国内你不可以选 而且你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疫苗难力打 所以说大家都是有什么就打什么 反正打了总比不打要好吧 对吧 就是没有那么挑剔的 所以说网友说的全民抵制 那不是全民抵制的 也就是一小部分吧 也可能是一大部分 这个我也说不准 就是就我住在本地 然后我听到的看到的我问朋友的 我就给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不是全民 就是小那个那个一个群体 其他群体的话 还是对对中国的一些 我们的那些产品啊什么的 都是还是蛮友好的 总体来讲的话 泰国人还是很轻松的 啊绝大部分的话 但是也是有每个国家都有嘛 对不对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这个我们不能强制他们喜欢 但是我我的我的观点呢 就是个人的观点啊 就说现在你有什么 先打什么 打了总比不打 对吧 但问题是现在是泰国的疫苗 真的是很紧缺 根本就不够打的 所以现在现在泰国的泰国这边也是 非常非常严重 一天比一天多 虽然分成了好多天 一个礼拜多了吧 还是每天都有上涨的趋势啊 死亡率也是蛮高的 所以说让我们祈祷泰国的疫情 马上结束吧 让我们以前那个微笑王国 马上回来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 再次看到微笑的泰国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这样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就帮我点一下订阅 关注 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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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